各位观众老爷听众老爷以及我的会员member各位巴远老爷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38岁被中国潮在职业经理人Bobo 今天加更一期节目还是讲火箭这个事情 就是我希望就是我跟大家聊的东西呢 有一定的知识性在里面大家可以接受一下 然后第二个事情就是我希望大家也有critical thinking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批判性思维 这个东西我在澳大利亚学了两个学期 对我们不能够一直有的是一个中国共产党给到我们的叫辩证性思维法 对我们要有批判性思维 这边我先说一下什么叫辩证性思维 这是中国共产党潜移默化中在K12教育 也就是从小学一直到高中里面 一直教育给中国学生的一个东西叫辩证性思维 辩证性思维里面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毛毛泽东毛泽东图了一千万中国人 对吧可能我说少了 大家反正意思一下就可以了 涂了一千万中国人 对吧你说毛是不是一个屠夫 荒野荒漠屠夫是吧 或者说中华民族上的屠夫 那肯定是嘛对吧 你说日本人入侵中国对吧 野蛮屠杀了大几千万 对吧那也算是一个民族入侵 而是外敌入侵 那你毛在和平年代里面涂了一千万中国人 那不就是屠夫吗 对吧但是这样的话 对毛的领袖 对共产党的正确性是有产生巨大的挑战的 所以中国是不允许你说毛有任何问题 那怎么办呢我们就用辩证的思维方法来看 毛图了一千万中国人是不是 是对吧但是 但是这时候呢他用辩证性思维告诉你说 你要把事情一分为二的来看 我们要辩证的看待毛 是吧毛图了一千万中国人确实是图了 但是这里面有没有坏了 你看当时对坏人的定义是什么 反复地诱 反复地诱都是坏了 所以毛图了一千万中国人里面 有没有包含反复地诱 那肯定有嘛对吧 百分百有反复地诱嘛 那你说十个人里面有一个 一个反复地诱算不算 也算对吧那就是图了 图了之后呢你看对吧 如果没有毛图了这些人对吧 新中国可能又被复辟了 我们革命的成果就失败了 是吧所以毛是不是图的对 图的应该那是 那是不是在图的当中出现了一点点小小的失误呢 也是对吧像文化大革命对吧 文化大革命有没有错 有那么一点点错误 那是不是因为一点点错误而否定文化大革命呢 那也不行 这属于艰辛探索啊 对吧 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所谓的变质性思维法 特别混乱 这逻辑特别混乱 所以呢在这个逻辑之下呢 培养出来的中国大部分的人呢 他只会歌颂中国共产党 只能歌颂 也不一定是中国共产党 他只能歌颂 然后第二个就是精致利己主义者 那特斯拉粉丝就是正好这一批人的极端代表 就像我昨天发的那个挂出来的那个人 对吧 自己一上来就是各种利能社 说自己牛逼 东拉西扯 没有一个东西是靠谱的 对吧 然后讲完了之后呢 我去找到了他的林克印 这毕竟呢指着林克印还能否认 这是典型中国共产党培养出来的 傻屁货色的样子 我毫不避讳 毫不避讳 对吧 那我们今天来讲一下说那个纳萨 现在来讲一下说纳萨除了所谓的马斯克的新建计划之外 有没有其他的替代方案 那肯定有嘛 大家第一个看这个叫Blue Origin Blue Original Blue Origin蓝色起源 他就是那个纳萨给到的另外一个合同公司 这个公司是由谁呢 我也不喜欢 这个人叫 叫贝索斯 他是那个亚马逊的创始人 那亚马逊呢 反正我在国内跟亚马逊打过的交道 亚马逊回来的高管打过的交道也好 或者说在Clubhouse所认识的亚马逊的人也来好 反正我觉得思路和人品都是有着极大的问题的 和Google以及微软的人完全不能比 甚至连Facebook的人都不能比 Facebook也就一两个业务部门有点问题 比如说他们的那个VR部门 吹牛皮吹得特别大 但是亚马逊的人呢 就普遍就真的是精致力气主义者特别特别的严重 定点的事情把它吹得巨大无比 包括我国内打交道打下来也是这样子 所以就是 其实在Clubhouse里面有像是亚路基 亚路基他是从亚马逊跳槽跳到Google 跳过去之后 之前亚路基在那个 那个亚马逊的时候 对亚马逊各种花式吹捧 花式吹捧 到了Google也就半年 有一次我在Clubhouse上面碰到亚路基他们的时候 我就在说嘛 亚马逊不好 然后亚路基自己说了 说亚马逊确实有点问题 和Google之类的企业文化完全不一样 所以他有问题 但是我话还是收回来 太发散了 对不起 这家蓝色企员Blue Origin 他是跟谁合作 他是跟洛克希德马丁合作 我再三说 这个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对吧 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公司 洛克希德马丁 他是一家军工企业 他是造战斗机 造早期的火箭 全都是由他们来造的 对吧 你马斯克 就特斯拉的粉丝一天到晚说 马斯克有多牛逼 马斯克怎么怎么样 包括那个亚马逊的人也说了 说对吧 你不要跟我讲洛克希德马丁 亚马逊的人 就包括硅谷也是 很多人都说 你不要跟我讲亚马逊 就是洛克希德马丁造战斗机 我就问你 亚马逊的人 不洛克希德马丁能不能给毕业生 12万美元的薪水 昨天我也说了这个故事 对吧 你只要但凡说没有 对不起 你们就是垃圾 你什么C130 C14 C15 垃圾 什么F16 F104 F117 F22 F35 什么玩意儿 你他妈有特斯拉牛逼吗 特斯拉的改变世界 马斯克今天的星链 已经布局了全世界了 对吧 你们这些跟我讲什么 F35 F20 F117 垃圾一个 将来全都是人工智能 AI FSD的世界 你还在跟我讲什么 F35 太可笑了 是吧 当时真导 可乐巴号市上面很多人 就是这么说的 洛克希德马丁给不了 硅谷 给不了毕业生 12万垃圾 亚马逊 全硅谷最低薪水 12万美元起跳 你洛克希德马丁算个屁 用科技 你F35和F22 这种1980年代 做出来的东西 能够跟今天的 拥有FSD的特斯拉的纯电容汽车笔吗 垃圾 这就是典型的特斯拉粉丝 这很正常 那我们继续说下去 接下来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 这个 马斯克的方案 它就是错的呢 是吧 大家都说 甚至我问CatGPT 还有人告诉我说CatGPT不专业 对不起 我们从一个最简单的事实看起来 我们就先看NASA自己的这个SLS 那玩意儿就简直是土星5号的一个翻版 超牛逼的一个东西 它有多少个火箭呢 它其实这里面分为两个三个部分 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这个叫助推器 BOOST 助推器 这两个白色的东西叫助推器 这是它的那个推进部分的外挂 然后 中间这个叫核心级 就是这么大一个黄色的铁柱子 这个东西叫核心级 核心级上面的叫第二级 第二级上面的是登月仓 对 所以它是这么一个制造的一个东西在里面 然后 这样一个东西呢 它用了多少个那个推进器 推进器呢 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叫助推器 用了两台五段式的固体火箭助推器 然后 昨天那哥们呢 还说固体火箭是个垃圾 对吧 液体火箭才是牛逼 他根本不懂工程学上面来讲 垃圾不垃圾 牛逼不牛逼 是综合考虑 不是说你他妈这东西 这东西有这个优势 你就是好的 对吧 所以他学的还是辩证法 不是学的那个批判性思维 然后呢 他用的这个是助推器 两台 然后呢 把这个东西发上去 这东西相当于超级炼鹰外挂的那两个东西啊 对啊 大家用的方案一样 然后他也没有用很多的推进器 他也是用了极少的推进器就搞定了 这个助推器 两个五段式的 就就搞定了这个东西 好 那接下来看他的他的那个所谓的核心级 核心级就是这个粉红色的部分 这个东西叫核心级 核心级他用了多少个发动机呢 你看啊 四台 二S25引擎 是吧 他用的是四台 你看这边也写了 新一级 对吧 这边用的是发动机四台 用的是这个 那我们再看看那个新格伦叫 New Glen New Glen New Glen这个火箭 因为墨尔本这边有个地区叫Glan 所以我这个英文还念得准 New Glen地区的火箭 他用了多少 第一解是七颗 B1-4 第二解是两颗 B1-3U 你会发现 除了特斯拉脑残 拼着命的去堆自己的火箭 是因为他单体火箭推力不够 他只能去做多 那其他的呢 其他的其实都只用了一点点 就是一级里面 只会用各位数的火箭推进器 他不会去堆这么多 因为堆这么多 在工程学上面就是个灾难 大家都不 就是很多人就可能不学 没学过这一块 你去问一个QA PMP 对吧 Project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PMP 你问他这个可靠性 这个东西是怎么算的 PMP给你算出来的是一个大概的公式 这我也就是这么个去看法 所以你看他 他就是这样子 很简单 两个方案都是用 单极各位数来做 和特斯拉完全 和那个 和那个SpaceX 马片子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就知道了吧 这东西他其实不是说 堆的一越多越好 堆的越多越好 不是这个道理的 你看 SLS说 当我飞出去的时候 对吧 这两边 助推器就胖胖扔掉 扔掉了之后呢 就这两个东西应该是可以回收的 根据NASA的讲法 然后接下来呢 就靠这个东西继续往前送 送上去之后呢 把这个也扔掉 扔掉了之后呢 接下来用第二集继续往前送 送完了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所谓的登录舱 在这里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那有很多 就SLS呢 它只试射了一次 到现在为止 工程进度是落后的 非常的落后 但是呢 也不急 那牛格兰呢 牛格兰这个东西呢 它也是 只是现在有试射过 但是牛格兰的第一集 叫 就是用在了这个叫 牛Shepard的这个火箭上面 这玩意儿是正二八经的 是带着一些富豪 跑到了地球的边缘 逛了一圈 大概三到五分钟 大气层外 近地轨道 逛了三到五分钟 再回来的 所以你看 人家基本上 这个牛逼吹的 是没有特斯拉 没有那个SpaceX想的 人家吹的非常的保守 主要还是因为 洛克希德马丁 也不好意思让他多吹 人家是有点逼格的公司 就是稍微讲讲 可以了 可以了 对吧 我们洛克希德马丁 放19670年代的时候 那辉煌的不得了 是吧 到今天为止 我们洛克希德马丁 也就生产生产F35 F22 对吧 F16 对吧 F117 F117都有点过时了 对吧 然后你看我们的C5 还在跑 C141也在跑 对吧 C130也在跑 现在还是作为 美军的主力战斗机 对吧 你看这个黑鸟侦察机 用不上了 对吧 但是RQ170 到现在还在用 你看这个火箭与导弹 什么三叉戟 擎天柱 这东西没什么好说的 没什么好说的 这个地狱火 大家肯定听的最多了 对吧 AGM114 哎呀 这个我们洛克希德马丁了 真的没什么好说的 卫星平台 哎呦 有这些东西 然后客机 还有这些 哎呀 客机这个东西吧 也没什么存在感 也不说了 对吧 就说一下卫星吧 卫星其实也没什么特别好说的 哎 我们还是回来看看吧 看看F35 F22 对吧 F16 F16到现在还在用着呢 是吧 阿伦加洛克希德马丁是非常非常谦虚的一家公司啊 所以他给到了这个对吧 Blue Original 对吧 说哎 我就给你这个技术 我们一起弄了 还是几十年前的技术 没什么好处的 哎呦 马斯克 马斯克搞了他那个大堆叠火箭 哎呦 这东西不得了 哎呀 工程上面有点难度的 哦 对对对 鼓掌 NASA还给他鼓掌 扛过去Ration 对吧 你又炸了一颗 真好 NASA因为你的爆炸 灯业火箭计划都要延后了 对吧 悄悄的把合同又发给了Blue Origin 哎 你快点准备一下吧 就是这样子 嗯 所以就是 包括我在我的Telegram群里面 也跟各位粉丝们也说 我们有时候 就反共 你看我天天 天天骂共产党 超娘倒闭骂他 对吧 下三路骂共产党 骂小粉红 骂不骂 骂 但是骂呢 我还是这个点 就是我们不能够 就是乱说 真的 不能和民运也好 和那个 那些那个什么图支派也好 我们还是要有一点区别的 对 我们这边呢 就还是要讲点道理的 你看我讲道理 讲来讲去 就讲了四千多个粉丝 是吧 大部分的人不要听我讲道理 甚至以前我推特账号还在的时候 有人跑过来告诉我说 你他妈讲道理 你不傻逼吗 你这喊 对吧 共产党明天就没了 后天就没了 你天天喊 对吧 你这样喊出来 对吧 像欺步民主论 这玩意 对吧 你喊出来 你还能够快点上一万粉丝 你们天天在这里讲 讲这些 对吧 半成不熟的道理 对吧 谁要听嘛 但我就总是觉得说 还是要讲讲道 还是要讲讲道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听到现在 非常感恩 谢谢大家 好